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比利 马来西亚疫情期间已经很久不能跨走了 可是我又很想念我家乡的那些食物 所以今天我就买了仪宝的土特产 OK 今天我买了有这个花生香槟 然后有这个黑糖的 然后这个是原味的 然后还有插羊饼 然后这个是黑糖的 然后还有中汉原的这个mix的 它里面有肉丝 好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花生糖 这些全部都是仪宝最出名的土特产 可能他们的牌子不是最出名 可是他们都是我最喜欢吃的 OK 好 我现在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 OK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试吃 我们先吃就是我们先来我们的煮炭啊 我们先来我们的煮炭啊 嗯 这些香饼呢 我从小吃到大 因为我小时候在医保外公带我长大 所以每次我们呢 就没有吃什么饼干的就是香饼 其实香饼这个名字呢是马来西亚才叫的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马蹄酥 马蹄酥呢 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的 因为以前啊中国人啊 那个福建人那边 他们下南洋 下南洋就是来马来西亚工作 来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 带这个典型马蹄酥过来 然后基本上它的操作呢是一个坑 然后里面放一些椰子的那个壳 然后烧 然后就黏上去这样烧 然后那时候烧到很香 然后我马来西亚就讲 马蹄酥不好听 我们叫香饼 所以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这个呢 我们叫香饼 然后其实它是马蹄酥 是来自于中国唐朝的一个宫廷小吃 就是在宫中啊 王上啊 飞子啊 都是吃的这种的 OK好 我们就来先试试第二个 我就吃了这个了 OK 就是滑身的 然后它就只是麦芽糖的味道咯 然后这个就有那个滑身的香气 基本上香饼呢 它是 里面是麦芽糖 然后外面是液成很酥脆的酥皮 基本上它的酥皮呢 它不是那种湿的酥皮 它是很干爽的酥皮 所以吃下去它不会腻 然后刚好有那个麦芽糖的那个 啊 湿润它综合掉它的干 所以刚刚好一个入口是非常舒服的 OK 我们就 再来吃这个 这个是黑糖了 嗯 哦 这个黑糖的是越咬还越想 越咬还越想 越咬还越想 这个是太阳饼 我们也知道放掉 来 我叫的这个是一个斑蛋 flavor的 然后我就先试看啊 嗯 嗯 其实它跟这个香饼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可是它的皮是比较 好像虔诚这样的 一层一层一层的 所以就比较 而且比较大喝 而且我吃过它们整全部啊 都不甜 基本上呢 现在很多时候呢 这种香饼啊 以前是一个坑嘛 然后里面放也一坑嘛 然后那个效率低 所以它每一个形状都不一样 可是现在还是有人在做啦 所以如果你去到怡保啊 你看到那种招牌啊 是前面是数字啦 像463啊189啊 然后啊 像我买的这个花生呢 就是189 为什么是189它们没有放名字呢 因为是 它们整个新村 一个新村叫Koronava Koronava是在怡保 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小区啦 小新村 然后它们呢 就很多家都有做这种香饼自己做了 所以它们也很懒得取名 它们直接把我们的门牌号 变成它们的招牌这样子 所以就有这个189啊 463啊 这种呢 它们多数呢 是以手工的传统 就是那种坑啊 这样连下去的制作方式 然后其他呢 有那种有名字的 好像比较出名的 可能是有中汉原啊 原香啊 这种啊 基本上它们都是烘烤啦 以烘烤的方式 就比较现代而且效率比较高 因为以前这种 像坑年啊 一天最多做一个1000粒 2000粒而已 然后它不能就是 批发给全国 好像这种它们商业化的 烘烤的 它们可以批发给全国 这样才那个 供应量才比较大 OK 香饼这里我们吃完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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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